上一讲谈到韩信为刘邦分析天下大事 首先把刘邦的对手锁定在项羽身上 刘邦将来必要与项羽争天下 然后把项羽的优势永汉人强一一拆解 在这段话里 韩信为我们贡献了两个成语 一个是形容项羽的勇武 阴污斥炸 只要怒吼一声 上千人都会腿脚发软 但这只是匹夫之勇 并不是指挥官的核心素质 阿是比伯项羽没有诗人之名和用人之量 舍不得论功行赏 说他的人爱只是富人之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分析真能成立吗 首先韩信以高材自居 当初虽然不被项羽重视 但投背刘邦以来 有夏侯英和萧和这种级别的大佬 在刘邦面前强力推荐自己 刘邦呢也只是敷衍了事 要不是最后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韩信已经另投民主去了 刘邦在用人方面 是不是真比项羽强多少 至少站在韩信当下的立场 说这番话恐怕多少有点亏心 再说项羽的匹夫之勇 对于指挥官而言 这是特别加分的一项 尤其在以寡敌众的时候 指挥官身先士卒 斩将多起 这会在极大程度上提振士气 即便在平时 军人也会觉得自己追随的是一位 盖世英雄 荣誉感和自豪感 很容易油然而生 打巨鹿之战的时候 如果不是项羽前有破釜沉舟 后有阴巫斥炸 储君未必能引 诸侯联军更不可能心服口服 攻推项羽 为诸侯上将军 当然韩信此时此刻 从话术角度而言 也必须把项羽的这些特点 通通说成貌似长相的短板 那么当分析清楚了 项羽的优势和短板之后 韩信会建议刘邦怎么做呢 很简单 反其道而行之 项羽有匹夫之勇 刘邦就应当选贤任能 通过管理学的技术 让能臣干将替自己卖命 项羽有富人之人 刘邦就应当舍得给功臣实惠 让能干的人死心塌地的 为自己效力 项羽以威权震慑天下 其实天下离心 那么刘邦就应当争取民心 以得到多助为优势 去击败项羽的师道寡注 以上内容 其实比较务虚 短时间呢 也不可能看出效果 韩信 从积极无名的小资辈 一步登天 必须拿出短期内见效的方案 否则 就算刘邦还会信任他 他也一定弹压不住 手下的军官和士兵 于是 真正务实的内容出现了 刘邦旗下的士兵 大多来自关东地区 炼土怀乡 都想回家 所以军心可用 使记高祖本纪在 叙述韩信定策的时候 言简易改 说刘邦麾下都是关东土著 来到汉中之后 日夜翘首望乡 刘邦呢 正应当趁着大家思乡情绪 最浓烈的时候 挥师东进 不然耗上一段时间的话 天下已定 军人们呢 也都适应新环境了 安顿下来了 再想用兵 可就没机会了 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这个思路的高明之处在于 刘邦原本遏制不住逃兵现象 常规思路 就是找一套合适的管理手段 来解决逃兵问题 但韩信啊 有着很高明的逆向思维 从逃兵现象 看出了军心所向 从军心所向 看出了军心可用 视角一变 逃兵问题 便不再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难题 而是一种 强大而有力的势能 带来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 用兵两极 韩信进而分析 关中局势 三位新兽封的秦王 也就是雍王张涵 赛王司马兴 和敌王董毅 当初为秦朝效力 统帅关中子弟 征战多年 折损了不知多少人 最后又欺骗全军 投降了诸侯联军 导致兴安大屠杀 只活下来 张涵 司马兴和董毅三个 可想而知 秦人对张涵三人的怨恨 深入骨髓 虽然项羽 以胜利者的军威 强行安排这三人 在秦帝称王 但秦人 怎么会服气呢 相行之下 刘邦的优势 就特别突出了 韩信继续分歧 大王您入五官之后 不但秋毫无犯 而且废除了秦政府的 苛刻法令 与秦人约法三章 秦人自然都盼着您 在关中称王 怀王之约 关中百姓也都知道 所以当您被封到汉中之后 关中百姓就没有不满西的 所以大王 您如果出汉中 向东用兵 三秦可以传喜而定 刘邦大喜 这才终于认识到韩信的价值 相见恨晚 战略方案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呢 就是赵方抓药 筹备军事行动 而后勤方面 留下萧和 征收巴蜀租税 供给军需 我们复盘韩信的分析 要点有两个 一是军心可用 二是民心可用 人心啊 会酝酿出强大的势能 而势能的特点是 隐蔽性强 不容易看得清楚 而只要有明眼人 看准势能的蓄力方向 因势力道 顺水推舟 就不难打出 势如破竹的效果 那么韩信的分析 在不在理呢 可以说基本在理 但和史料当中的其他记载 还是有一点矛盾 前面讲过 在分分完毕 诸侯各自救国的时候 项羽派三万人 随刘邦入汉中 同行的 还有好几万人 是楚人和诸侯当中的 刘邦仰慕者 这就意味着 这几万军队是 主动追随刘邦入属的 既然有这种主动性 就不该有多少 东归之心吧 再比如 刘邦入官的时候 才一入官就搞屠杀 后来进了咸阳 虽然说起来 封存府库 秋毫无犯 但后来的各种赏赐行贿 都是大手笔 钱从哪里来呢 至于官中父老 对张涵等人的恨意 和对刘邦的期盼 从情理上讲 确实很说得通 但真等到 韩信平定三秦的时候 虽然打赢了 赢得似乎也不很难 但绝对谈不上 喘喜而定 张涵还是表现出了 相当程度的支撑能力 韩信战略的执行关键 一言以蔽之 就是趁热打铁 于是 《资质通鉴》记载 就在当年八月 刘邦举兵出故道 袭击张涵治下的雍国 刘邦出兵的具体时间 史记和汉书 有不同的说法 汉书说在五月 那就等于 项羽刚刚完成分封 刘邦呢 就趁热打铁去了 和田荣击败田都 发生在同一个月份 而史记说在八月 这时候田荣已经杀掉了田福 彭越已经杀掉了田安 项羽也已经杀掉了韩王城 资质通鉴取了史记的说法 把刘邦的出兵时间定在八月 其实呢 也谈不上什么理由 只是边年提史书 受限于体力 不得不二选一罢了 刘邦齐席张涵雍国 资质通鉴的记载也很简单 仅仅提到了从故道出 故道又名陈仓道 前面讲过 汉中和关中之间 隔着一座高峻的秦岭 要想穿越秦岭的话 从西向东 依次有四条道路 分别是陈仓道 包邪道 躺落道 子武道 除此之外 还可以从陈仓道 西侧迂回 绕一个很大的漫 这是后来诸葛亮北伐长选的路 可以称为齐山道 刘邦当初入蜀 走的要么是包邪道 要么是子武道 因为张良献祭 刘邦呢 一路走 一路就把身后的战道烧毁 很可能正是因为 刘邦入蜀之路和出蜀之路 并不相同 这才给了后人 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创造出韩信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的故事 说韩信打仗旗鼓的 安排人手 修复先前被刘邦 烧毁的战道 表明汉军 准备从这条路走出去 攻打关中 于是吸引了张涵的注意力 使张涵把防御重点 放在了包邪道 或者子武道的出口 却没想到 汉军悄悄从陈仓道 进入关中 打了张涵一个 措手不及 事实上 从作为原始材料的 史记的记载来看 刘邦从入数到初数 路线也好 烧毁战道的意图也好 初数的时间也好 通通存在不同说法 无法确定 赎是赎非 但至少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暗度陈仓 实有其事 明修战道 只是后人的编排 只不过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早已经成为了 我们常用的成语了 另一方面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虽然半真半假 而这种 声东击西的手段 却很可能是 韩信当时 真正用到的 新当勇先生 有考证说 韩信在 环定三秦之役中 穿越秦岭的 关键性部署 可以从参与 此役的曹三和 樊快这两位 主要战将的行踪上 看出一丝端倪 既要陈述结论好了 刘邦 故步一阵 使张涵误以为 他要经 骑山道 攻取隆西 张涵因此放松了 对陈仓城的戒备 却没想到 汉军出陈仓道 只取关中 历朝历代 从汉中 不管走哪一条道 要想成功攻取关中的话 无不是难于登天 以至于韩信的成功 显得格外璀璨 地利当然 并不站在韩信这边 只不过 地利不如人和 关中是张涵的立足慰稳 汉中是刘邦的 军心可用 此消笔掌之下 才让韩信有机会 抢得先机 不然的话 像三国年间 曹魏以一个成熟政权的 雄厚实力聚守关中 无论诸葛亮怎么打 即便用上了 魏延声东击西 以骑兵出子武谷的策略 胜算 总是微乎其微 陈仓在今天 陈仓城宝鸡市境内 在时间线上 如果取汉书的说法 那么刘邦 四月入署 五月暗度陈仓 速度快的不可思议 而如果取史记的说法 那么刘邦 四月入署 八月暗度陈仓 行动也不可谓不快了 张涵 猝不及防 先是在陈仓迎战 这一支突如其来的敌人 战败之后 退守耗志 再战再败 退走 废丘 废丘在今天 陕西省兴平市一带 当时是雍国都城 张涵早已经不负往西雄风 在连打了两个败仗之后 退缩在废丘城内 艰难承受着汉军的围攻 与此同时 汉军分派诸将 迅速扩大战果 平顶关中 又有一支人马奔赴南阳 准备到沛县 迎回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 我们才忽然想到刘邦也是有家人的 当他转战入关 又受逢入蜀的时候 家人还留在沛县 而沛县现在呢 已经在西楚国的地界之内了 此行能否顺利 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一讲谈到 韩信被刘邦败为大将 迅速实施北伐战略 出故道齐夕雍国 多一时间 萧何以汉国丞相身份 坐镇巴蜀 争调良想 以成都平原 叠加都江燕的富饶产出 攻击前线军需 雍亡张罕 猝不及访 一败再败 最后退守都城废丘 汉军一方面围攻废丘 一方面四面开花 趁三位秦王 立足未稳的当口 攻城掠地 而就在同一时间 刘邦派遣将军 薛欧王熙出五官 借助亡灵的兵力 准备到沛县 迎回父亲和妻子 刘邦父亲与妻子所在的沛县 现在已经属于 项羽西楚国的地界了 这就意味着 刘邦攻击雍国 剿灭三秦 虽然已经适合项羽翻脸 但三秦 毕竟不属于项羽支辖 而刘邦派兵入沛县 却是实实在在 侵入项羽的支辖领地 刘邦显得咄咄逼人 项羽自然怒不可遏 辞职通见的记载是 项羽派兵在阳下 发起阻击 汉军无法再前进一步 阳下按照胡三行的注音 应当读作阳甲 但我们还是简单读成 阳下好了 这里是吴广的故乡 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南省 周口市台康县 项羽在阳下发起阻击 可谓留足了战略纵身 即便汉军突破进来 到沛县 还有不短的路程要走 依照辞职通见的记载 就在同一时间 刘邦平定了张涵的拥国 赛王司马兴和敌王董毅投降 也就是说除了张涵 死守废旧 一余之地 困兽游斗之外 三秦已经尽数为刘邦所有 刘邦将三秦划分为 魏南和尚 上郡三郡 这是特别值得留心的一处细节 先前 韩信为刘邦分析项羽的 短板和刘邦的长处 说项羽 妇人之人 很吝惜对功臣的封赏 刘邦这方面就大度的多 但言由在耳 我们就看到 当韩信打下了 环定三秦这种 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功劳之后 刘邦并没有拿出 任何一块土地分封韩信 而是把三秦改制为三郡 似乎刘邦作为一个平民出身 在清朝担任过 地方小职员的义军领袖 并不像六国帝王将相的子孙那样 对分封制信心念念 刘邦最熟悉的制度 就是郡县制 一旦开疆拓堵之后 需要搞管理 还是郡县制来得最顺手 后来汉朝开国 所谓汉成秦制 从汉国时期 其实就有了这个苗头了 但是刘邦 兴兵出陈藏道 八月平定三井 仗打得真有这么快吗 自治东建的依据是 史记秦楚之记月表 然而在史记高祖本记的记载里 要到第二年年初 司马兴和董毅才投降了刘邦 哪一种说法更加贴近事实 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刘邦派薛欧和王熙带一只偏师出武官 到沛县去接父亲刘太公和妻子吕志 武官当时处于赛王司马兴的控制之下 薛欧和王熙能够兵出武官 意味着刘邦确实动作太快 又是四处开花的打法 让司马兴应接不下 南出武官之后就是南阳郡 原先秦朝的南阳郡 这时候已经是临江王公傲的地盘了 公傲似乎还没能形成 对自己临江国全境的有效控制 以至于在南阳郡 活跃着一支几千人规模的独立武装 领袖名叫王林 王林是沛县人 刘邦的老乡 当薛欧和王熙经过南阳郡 准备前往沛县的时候 王林就要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 当然这只是王林出身的两种矛盾说法之一 史记 陈丞相世家的后半段 以王林为主角 说王林是佩现一位豪杰 刘邦寒微之时 把王林当成大哥侍奉 王林是个大老粗 性情中人 说话直来直去 在天下大乱之后 刘邦兴兵 王林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直到刘邦和项羽 正式决裂之后 王林才终于放下身段 投靠到曾经的小弟刘邦会下 然而前面也有讲过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里 说王林跟随刘邦从封义发动起义 以旧将的身份 统帅别东队 平定了东郡和南阳郡 又跟随刘邦入关 抵达坝上 这就意味着 当刘邦从三川郡 进入南阳郡的时候 王林已经是刘邦麾下的一员将领了 当然 要接受这样的身份落差 对于王林而言 显然并不容易 但他还是立下了赫赫战功 司马光在编修资质通鉴的时候 必须消除这一类的矛盾 所以不但只取了陈丞相世家的说法 而且删掉了王林在起兵之前 和刘邦的一些渊源往事 王林和刘邦的老乡关系 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的 因为这会给后门的一场人伦惨剧 做出必不可少的破点 话说 王林和薛欧王熙冰河一处 向着沛县进发 被项羽发兵阻挡在阳下 项羽抓来了王林的母亲 准备要挟王林投降 而王林的母亲 私下里对儿子排来的使者说 请帮我给王林带个话 让他好好为汉王做事 别挂念我 汉王是长者 终将取得天下 一番叮嘱之后 老人家在使者面前 伏见而死 以生命来坚定儿子 为刘邦效力的决心 项羽欺诈了 把王林母亲的尸体下锅住了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 一 王林的母亲有大智慧 作为刘邦的同乡 知道刘邦有长者之风 是个杰出的领袖 二 王林的母亲 知道刘邦要夺天下 三 刘邦必胜 项羽必败 四 项羽心肠歹毒 气量狭小 为了泄愤 竟然连一个老太太的尸体 都不放过 这种人成不了大事 清楚之际 出现过两位 标饼史册的老母亲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见过了 第一位是陈英的母亲 前面讲过 东阳少年 趁乱起义 非要拥戴陈英做首领 陈英的母亲劝他 说咱家 祖祖辈辈 就没出过贵人 如今 报得大名 不是好事 不如投奔别人 事成 可以封侯 事败 方便逃命 正因为有了母亲 这番劝说 陈英才带领 浩浩荡荡的东阳子弟兵 投奔向梁去了 刘相的古猎女传 赞美陈妈妈 说她不但知天命 而且 牟绿深 是个会为儿子打算的 好妈妈 同样呢 也赞美了王妈妈 说她舍生取义 为了儿子的前途 做出了 常人无法做到的牺牲 那么问题来了 刘邦在家乡 工作生活的时候 完全是一副 泼皮无赖的做派 贪杯好色 还赖账 哪有半点 长者之风呢 即便当刘邦 成为义军领袖 甚至做了汉王 也一贯 简慢无礼 萧荷才批评过他 拜大将 如乎小儿 当初楚怀王立约 先入定关中者 往之 怀王身边的 所谓诸老将 就大力标榜 刘邦的长者之风 如今王妈妈 又来了这么一出 似乎汉朝人 为了抹除 刘邦的流氓嘴脸 打造他的长者形象 实在是 煞费苦心了 王妈妈 是不是真有这样 高瞻远瞩的 政治敏感度呢 其实 未必 在自治通鉴的新闻里 王妈妈说 汉王长者 忠得天下 这是原话 而在史记的叙述当中 只是说 汉王 长者也 并没有忠得天下 这样一句 即便我们去看 汉书 《张臣王周传》 在《王陵专属》的内容里 也只是说 汉王长者而已 那么 司马光的史料来源 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是 来自 斑标的 《盲命论》 斑标 自淑皮 是半顾的父亲 斑标经历了 西汉末年 和东汉初年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 避难到天水地区 那里正是 军阀 尾霄的地盘 尾霄有心和刘秀征天下 颁标写了这篇 《盲命论》 周密论证 汉朝得天下 纯属天命 以天命至上论 反驳 尾霄的实力至上论 后来 颁顾编写汉书的时候 最后 仿孝司马迁 写史记的体力 写了一篇 序传 隶属 班氏家族的过往事迹 引述了父亲的这篇 《盲命论》 《盲命论》 罗列刘氏 得天命的证据 就有所谓穷达有命 吉凶尤人 英母之废 领母之轻 文章里面提到王妈妈 会见汉军使者 多大 叮嘱王林 原文是这样的 汉王长者 必得天下 子谨是之 无有二性 自治通鉴 只是把必得天下 改成了中德天下 班彪 并没有看到任何新材料 之所以这样写 只是因为 文体属于篇文 讲究四六句的规整 这才把史记原文的散文句式 整理成了四言句式 又为了四言句式的规整有力 这才填上了 必得天下这个内容 但因为 《盲命论》 文采过人 后来入选 招名门选 被文化人读得太熟了 所谓 汉王长者 必得天下 也就很容易扎根于人心了 假如自治通鉴在史料取舍上 更严苛一点的话 在这里 应当谨守史记才对 话说回来 王林因为母亲之死 从此死心塌地的辅佐刘邦 尽管刘邦对他并不够厚道 谈不上什么长者之风 而眼下的局面是 王林和薛欧王熙 还要继续向沛线挺进 向雨 一记不成 再是二记 我们下一讲 再谈